在注重CP值的購車時代 兼顧打拼事業和日常生活的車 越來越受到買家歡迎 當然如果還能順便擁有 不錯的動力和油耗表現 那更是如虎添翼 為此新一代Zinger已經做足了準備 那這一次的引擎呢 主要是考慮了三女車主 實際使用的需求 那在日常使用上 實際上是扭力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特別設計了 2.4升的低轉速高扭力的引擎 它搭配一個無數的自排便護箱 來讓車主在日常使用上 不管是起步或是超車 都有一個遠遠不絕的動力可以使用 這一次油耗的部分 我們也請技術團隊做大幅的一個調教 在平運油耗的部分不但提升了8% 那在車主最重視的市區油耗 也提升了超過11% 而且我們還取得了節能標章 跟一級能源效率的肯定 我們全車系還有標配了Echo節能模式 搭配了我們的行車資訊顯示幕的 一個瞬間油耗 讓整個車主在使用上 有更方便的一個行車環境 它的外型我們基本上是用 比較俐落大氣動感的方式來做設計 那以一些休旅車的概念 融在裡面 那在車頭的水箱護罩 我們是用一個飛翼式的水箱護罩 然後去跟引擎式的 引擎蓋的特性線來做一個延伸 讓整個車頭看起來更有氣勢 車主的部分我們是以大型的尾翼 搭配立體的尾燈跟尾門式板 用一個比較零線的造型設計 讓它整個立體感跟層次感會比較呈現出來 其實內在內裝的部分 之前大家大作好評的一個 海灣型造型的中控台 我們還是有保留 那這次我們是搭配了整額式的方向盤 以及中央行車資訊顯示幕 還有一些車內式板的一個裝飾 另外還有一個是比尼RV車的舒適型座椅 讓整個內裝質感能夠大幅的提升 另外我們在後套冷氣的部分 由於我們是獨立空調 所以在整個車內的一個空調的系統部分 整個防效果會更加的良好 事實上LINGER除了有多種的座椅跟車廂的調整變化之外 另外我們還有尾門寬可以上下會比較方便 以及車廂屏在堆積貨物的部分也比較方便使用 甚至你再放一些露營器具也很方便在使用 另外我們的空間也非常的龐大 那在放多樣的東西的時候是特別好用的 新一代Zinger全車標配TPMS無線胎壓偵測系統 把關行車安全 同時更請來吳念真父子代言 除了展現工作生活兩相宜的用車態度外 更象徵Zinger車款承接再進化的造車概念 請ici大家遠停車 起飾的音源 放下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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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変蛋 放下風情 放下風情